民眾黨也包括柯P本人 他應該要訴求 請你趕快做個結案動作 起訴我 所以你北檢你就趕快起訴吧 因為起訴之後 柯P才能夠進入法院 進行一審的辯護 不然你現在做的動作 我們都看不到 因為他都是不公開的 北檢起訴 他就要亮牌了 他有多少證據就全部都要秀出來 見光啦 不然你老是搞陰啊 你到底現在手上 有什麼心事證 你又丟給 靖州刊三立去登 又掉來陰我 又死不承認 不是變成這樣嗎 專門用30元留言的Eric 獨立罪要怎麼廢除比較合適 我認為現在沒有人敢提啦 因為我跟你講台灣就是這種氛圍 就是你要幫貪官護航是不是 你立刻被質問這個事 我那天還跟我一個日本朋友在談啊 說你們日本沒有圖立罪啊 那有一些官員如果亂搞你們怎麼弄啊 他說我們用別的法律來整他啊 他說那你都不要收錢 他就說他不相信會有沒有沒有錢可收 他會去幫人家圖立 他認為不可能有這種人啊 所以簡單講我們說東京地檢署 人家就是金流很厲害嘛 就沒有人逃得過他嘛 日本的東京地檢署可以直接辦首相啊 那他每次都會找到金流啊 那你無所遁逃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找到金流對價 才是這個檢察官真的要訓練自己的本事啦 這個啊怎麼廢除現在沒有人敢提這個案啊 據我了解立法院沒有人要提這種案啊 這個通常要在一個大時代啦 1996年 那個台灣不是開那個國家發展會議嗎 那江秉坤那個時候有把這個列進去啊 就說土立罪 讓大家 公務員都不敢做事啊 後來有休 所以後來土立罪 就把那個未稅案刪掉了 他只處理寄稅案 就是經過國家發展會議的修正 可是並不是把那個法律整個拿掉 沒有 沒有 那以台灣現在 目前的國內的氛圍啊 我覺得老百姓還是 不太相信官員 認為官員還是很容易貪污 所以我認為這一條要休掉不容易 那我們只能夠去要求北檢 就是說啊 土立罪的定義 你要弄得更明確啦 那你對金流的 調查本事要提高啦 大概是這樣 Gizomoto 如果有一場公民行動能夠一次讓惡媒痛 痛一天也好 讓惡媒知道好人沉默也能默默的讓他們疼 啟動最好的時機是何止 激壓期慢 我跟你講喔 如果柯P被激壓兩個月 然後檢方還查不出金流 然後他還要續壓柯P 那那個就是一個時間點 就你搞了半天搞了兩個月 你還查不出金流跟對價 搞不好人家真的沒有啊 那你要續壓 你有什麼道理啊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激壓最長就是六個月 所以如果 這個台灣的檢調系統啊 他偵查中這個是檢方的權力嘛 他激壓你 最多四個月啦 那如果起訴之後 要不要繼續激壓 這個不一定喔 並不是說起訴之後一定交保不一定喔 譬如說鄭文燦被交保 鄭文燦交保是2800萬嘛對不對 有一些人起訴也沒有交保啊 不一定啊 不過我是覺得 我們不要講那麼遠啊 我們就先講偵查中 如果北檢辭不起訴可逼 因為檢方啊 所有的武器 會展現在起訴書上面啊 比如說鄭文燦 鄭文燦7月11號激壓 8月27號起訴 46天 所以鄭文燦起訴算快啊 那他為什麼快 因為他的周邊的人都承認啊 那他的錢就是一翻兩瞪眼啊 沒什麼好講的 所以鄭文燦46天起訴 這個算快的啦 柯P我就不是那麼確定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喔 北檢不是只有金華城這個案子嘛 就他如果兩個月都查不到金流啊 他搞不好再給你另開其他案子啊 比如說北市科 比如說南港轉運站BOT案 比如說果菜市場那個魚市 比如說台志光 他可以一案一案這樣來搞你啊 然後每一個案子都給你申請圖利積壓 所以柯文哲這個案子喔 我要講白了喔 真的要橫搞你喔 是會很慘的啊 是會很慘的喔 因為如果按照 檢方的標準啊 那所以我才說 民眾黨一定要去研究這個 關鍵的那個切線在哪裡啊 就是金華城圖利罪 那指的是什麼 到底什麼叫圖利罪啦 那剛剛有個網友建議的很好嘛 他說是不是不該給他融積獎勵 可是你給了 或者是你給他融積獎勵不能給到滿啊 你給到20%啊 那我們就看別的case嘛 北市科 到底哪一條線 叫做圖利罪 台志光 哪一條線叫做圖利罪 我覺得大家去想一想這類的問題啊 那我認為不排除北檢 會繼續羈押科P 那偵查中 這麼多案子都要調查耶 我覺得要那麼快結束不容易耶 真的不容易啊 那金流對價 搞不好你都一直查不到啊 所以我真的認為喔 民眾黨也包括科P本人啊 他應該要訴求 請你趕快做個結案動作 起訴我啦 因為起訴之後 科P才能夠進入法院 進行一審的辯護啊 不然你現在做的動作我們都看不到啊 因為他都是不公開的啊 可是一旦起訴 那之後在一審的辯論 那那個就會有法院的攻防啊 那個時候才是考驗科P 在法律證據的掌握 跟他對法律的訴求的見解 這個時候我們才看得到啊 事實上這個意見是游宜農提出來的 我也不敢抄襲人家啦 就是游宜農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 我覺得民眾黨跟科文哲可以這樣訴求啦 說你北檢你就趕快起訴吧 你就起訴吧 為什麼呢 因為北檢起訴他就要亮牌啦 他有多少證據就全部都要秀出來了 就是這樣 見光啦 不然你老是搞陰啊 你到底現在手上有什麼心事證 你又丟給 進週刊三立去登 又這樣來因我 然後你又死不承認 不是變成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去思考會比較好啦 所以你說是不是羈押期滿 不是期滿 因為偵查中的羈押可以延一次 所以兩個月可以變成四個月 那如果之後起訴 那起訴之後還有所謂的 審判期的羈押 那是3加3啦 基本上是這樣